作詞・作曲 李宗盛 寻找 没有新天赐的光芒 应该承认 我生而平常 绝不敢穿 我的龙腾 Breaking down I'm taking over now Passing now Air flowing down 我们注定要 穿过一层新的围墙 解锁一道关 我们知道 未来还有 不信的尽量 挡在我前方 他们都注成 令我等到 我愿意 是我期待 我冲击 我给我打量 最终决定 自己命运的路上 挡在我手上 我会打量 最终决定 外面 Life 我就是 承认 世界里面 并且可惜 财大意 帮我还个沙沙 你拿着吧 这不是沙沙的吗 我买下来了 给你选的那个你不喜欢 这个你穿着正合适 就当作是入职礼物 我平时不会穿这种裙子的 谢谢您好意了 路上注意安全啊 靳君 我听阿姨这么叫你 靳君 应该是你的小名吧 我也会这么叫你 姐姐姐 全班第一名 姐 看看 姐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我考了全班第一名 姐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 对 我们今天学校去了 眼神动物园 场景路特别特别高 我妈还发现了一种 特别可爱的动物 叫 胡莽 是不是特别可爱 有话直说 说到做到 这就是我的人的 快使我刷你困了 我想做一名医生 然后发明一种药物 这个药物 是可以让人停止侦场 而且人吃了这个药之后 就会非常快乐 非常幸福 很压害这个世界 怎么了 灵魂出窍了 来 靳姐 你能给我原点吗 求你了 对不起 核顿 对不起 核顿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 如果要是因为 这边语言的安全距离 是1.2米 如果你一旦超越了的话 我会觉得你在危险我 我没有感受到危险 可我感觉到了 我觉得你在危险我 我感觉到了 前看一眼 你能不能不要再刺坛我的生活了 不要再替我做主了 可以吗 我后退 后退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 我做错的事情你告诉我 我向你道歉 跟你没关系 是我的任务 这是你的弟弟 他叫贺俊 我们叫他靳靳好不好呀 灯灯 可以看 弟弟会走路啦 靳靳不是胆子小吗 一个人睡 睡在外面会害怕的 我不喜欢姐姐了 妈妈不喜欢姐姐 妈妈也不喜欢姐姐 快点 女的 很难道 有 妈妈 妈妈 她吃好的东西好可怕 那我们不能像姐姐一样知道吧 都没吃过饭一样 我们走吧 妈妈 来吧 要是能做到像李渔师姐那样就好了 临床学术两不五 可是我看了师姐的手稿 才明白这本书什么意思 教授 也不知道是您偏心 还是我真的笨 专业上比不过师姐就算了 这生活上也不敢烫 这做饭啊 沏茶啊 一个都没学过 这些拿回去试的翻译一下 材料和笔记都在这儿了 为什么呀 这不是师姐在做吗 她得听一听 她不想要听她 ibi 一听一听 不想要听她 还有她 她太太太太好 可是我已经带了她 因为我们那些急事 我已经听了解 我们都想要看了解 我们如果说我们在送给她 吃了我们就可以了解 我们我们在送给她 再送给她 师姐是这么资深的心理咨询专家 怎么可能犯这种错误 教授 这是不是能错了 师姐的丈夫 徐薇我们都认识 跟她是同班同学 相敬如宾感情非常好 怎么会这样呢 相敬如宾 你知道举报她的是谁吗 谁啊 徐薇 她是我丈夫 也是我同事 也是我现在 心理咨询机构的共同创办人 那么你知道 你今天来听证会的原因是什么吗 知道 我丈夫 应该是向有关部门 提交了一份举报材料 里面是 关于我和我的来访者 发生亲密行为的成熟 关于这件事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没有 师姐她自己承认了吗 是的 本来我想尽可能地抓住机会 让她为自己辩护 但没想到整个听证会 她承认了所有对她的指控 她说她看过徐薇的举报材料 是她同意她丈夫上交材料的 作为交换 材料里 对来访者的资料严格报理 李博士 你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 你这位在资料里名为F的来访者 他 是我见过最聪明 内心最纯净的人 你知不知道 心理学会伦理守则规定 心理咨询师在咨询结束三年内 不能够与来访者建立亲密关系 我知道 你是否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够专业的 关于这件事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发生了这一切 我一点都不后悔 错都在我 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其实 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 产生疑情和反疑情 是很正常的 如何处理来访者强烈的情欲疑情 不伤害他们 并借此帮助他们修通 这是咨询师的水平所在 就像一个平时对别人百分之好 只有当他对咨询师露出同样情绪的时候 咨询师才能从他的人际关系当中找到弱点 而同样 如果这个咨询师面对来访者的叠叠不休感到厌烦的时候 也就提醒了我们咨询师 这个人可能平时令身边的人也会感觉到厌烦 没错 来访者把自己重要的情感 无意识地投放到咨询师身上 这有利于被咨询师理解 咨询师对来访者产生的情绪 同样可以帮助咨询师理解来访者没有说出来的问题 以师姐的专业角度来说 处理好反疑情并不是件难事 他怎么会 李渊是个天赋异禀的学生 他这么做不仅滋毁前程 对我们学科来说也是个巨大的损失 教授 师姐会被吊销咨询师资格吗 我还不知道结果 但我已经尽力了 不过我听说下个月他要出国 这样也好 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让大家冷静冷静 您难道不好奇吗 好奇什么 那个让师姐牺牲一切要保护的人 到底是谁 你师姐太聪明了 专业上没有漏洞啊 天才嘛 感情和生活都没什么顾忌 可是师姐把家庭经营得很好啊 我经常看到他发一家家口的照片 因为他知道别人想看什么 您是说 师姐是在为他做学术腾空间 有些事情上太聪明了 会自取其货 您的意思 师姐很有可能是被陷害的 研究会议的结果 很有可能是一种陷阱的表象 这个来访者F 有没有可能 已经提前把师姐的背景 全都调查清楚了 并不一定是由悲而来 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这个F 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人非常高功能 他在心理学生的造诣 很有可能在李云之上 在咨询过程中 反客为主 突破了李云的心理防御机制 另一个神社 相 penetrating 只要挨选 可以当取其它 还需要 challenged ует 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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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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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刚赵医生打电话来 问起你的情况 我跟他说你现在好多了 怎么样 药快吃完了吧 快吃完了 赵医生开的药 确实挺灵的 这样 有空啊咱们再去一趟 让他好好给你调理调理 妈 妈 我今天晚上约了朋友去看电影啊 行啊 去吧 这件衣服是我给你买的吧 挺漂亮的 妈 其实 喂 喂 是乐了妈呀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她们自己的演奏水平达到那么高的程度 也没准她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达到了那么高的水平了 那当然了 她们也就不知道怎么能教孩子呀 是吧 哎 哎 等等等等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次你就是不听 是 嗯 啊 对呀 就是这么回事 去 哎 我跟你说 我给静静静找一个特别好的音乐老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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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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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快坐 sensitive 即使是不用了 你as 不是 你算:「你最晚啊 行啊 再玩我该标理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可以说啊 咱们下周比赛 那个乐队女鼓手特别厉害 我知道 我知道那鼓手啊 那鼓手鼓打的啊 我可以说 切口特别适 但是那个佳光特别棒 不不不啊 你说咱俩俩俩的啊 别棒 别棒 我这儿就影响了 哎 怎么了这儿 你这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健身法 我愿最高荣誉牵手我的右脚 怎么了 这小叶师傅教我的 休息的时候把脚抬高 我就不足那么疼了 你也受伤了 我看看 我看看 这天哪 什么呀 什么叫我野呀 还有谁受伤 我妈昨天晚上摔了一跤 所以我昨天住我家没回来 怎么样 没事吧 反正怎么说都不去医院 愁着呢 你这倒是怎么弄的 我看看 没事 我呀 我就是取快递的时候扭伤了 隔壁小叶师傅给我震惊了一下 一下就不疼 他这么神奇啊 对了 你不是说阿姨也受伤了吗 可以让他帮忙看看呀 屁呀 你麻烦人家干吗呀 别别别 有什么麻烦不麻烦 这对他来讲就是小事一桩 算了吧 咱们 走 干吗 说是迟哪是快 现在就去看 你这腿都成这样了 没事 我带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你自来手 我跟人家不自来手好不好 什么话 邻居马一来二往就熟了呀 脚都这样了 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慢点 非要打扰人家 怎么拉我一下这么大阵仗 不好意思啊 一大早就来打扰你 这位绅士 你不请你的邻居们去厕所吗 进进 打扰了 小叶师傅 有件事老何小请你帮我 我自己来说吧 是这样的 我妈妈她帅了一脚 现在身体有点不舒服 莉莉说你会针灸 而且扎得很好 所以我想你能不能 能 这么爽快 不愧是我们的好邻居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白帮忙的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都是朋友 我应该的 谢谢啊 我妈她主要是不想去医院 我怎么劝她都没用 这我有招啊 到时候你就唱红脸 你就唱白脸 你们两个一唱一喝 就跟阿姨说 必须得去医院看医生 还得加强端力 平时都没见你跟我唱啊 关掉我跟你唱 你阿姨也不会听啊 再说了 我又不是你男朋友 你喝水吧 喝点水 感觉我有点多余 要不你先聊 那儿聊会儿 我就是个工具人 你别听他瞎说 他这个人吧就喜欢开玩笑 喜欢开玩笑 别灰心了小叶师傅 老贺呢 是我们专精心理的小贺老师 你呢 是我们专制爹打损伤的小叶师傅 那你干吗的 我是我们院子的灵魂呢 凝聚的力量 没有我的存在的话 说不定你们两个天天擦肩而过 都不会跟对方对视一样 不会的 我会主动跟何老师打招呼的 我妈她因为身体有点不便 可能没有办法来这儿 你方便晚点跟我去她那儿一趟吗 没问题 交给我吧 好 谢谢 这儿还有呢 这儿还有呢 谢谢 喝茶 喝茶 静静 你收拾好了没有啊 要跟阿姨出去吃饭 怎么还这么慢吞吞的 静静 你看看 屋里这么黑 倒是把她俩打开呀 静静 不舒服吗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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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笨 静静 静静你怎么了 静静 caus作 静静 小叶 还有这本丝 很好很好 没事的 那接下来我就取解析 昆仑 秋须 这三个学位行政 好 你懂啊 谢谢啊 那你能不能回避一下 我行政的时候 不希望旁边有人看着 我逗你了 我是想着 用艾条给阿姨的讲训一下 会好得更快一些 我车的后备箱 刚好有一些艾条 麻烦你去帮我取一下 当然没问题 车钥匙给我 我下去了啊 情感 妈妈不害怕 勇敢子呢 阿姨 我刚才是故意把贺存支走的 您的脚 不是一般的意外吧 您是不是因为进场悬晕 才导致的这次意外 您的血云也不一定是高血压引起的 我觉得您应该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您的意思 我现在的病是很重是吗 我就是觉得我晚上老睡不好觉 血压可能会有点高啊 有可能是因为血压高导致的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脊椎压迫神经 导致供血不足 所以您最好还是去医院拍一个片子 安心一些 我奶奶也是这样 她腿脚不好 但是害怕去医院 这害怕一检查就查出一堆毛病 我学针灸多半也是为了她 是这样 那你奶奶好幸福啊 有你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阿姨 我觉得这事吧 你还是跟贺顿说一声比较好 你对贺顿不太了解的 顿顿他承受的已经是太多太多了 他内心很苦的 我不想 他在为我的身体操心吗 你别告诉他 我会去医院检查的 会 回来了 怎么我一回来就不说话了 又背着我说了坏话呢 哪里 我在问阿姨 怎么才能追到呢 我 冬冬 小叶真的是挺好的 不过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妈妈不管 佳辉就是喜欢开玩笑 我去给你洗点水果 谢谢你 小叶 阿姨你这么做自然有你的道理 但生病不是小事 你可不能轻待了 如果你后边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随时打电话找我 好的 就是觉得 你们都那么忙 太麻烦了 你还不知道我跟贺顿怎么认识的吧 不知道啊 他可是救了我一命的人 真的 你也有过什么难事吗 都说医者难自医 我当时就是想不开了 没事没事的 那这样你们俩可以相互帮助 你们都是两个很正派的年轻人 而且心里都有多少有一些结 没有解开 人和人之间其实就是这样 相互搀扶着往前走 我看着我家顿顿啊 也是年龄不小了 总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的 我盼着她能够 能够幸福 我也就放心了知道吗 阿姨 贺顿她 你是出过什么事情了 没有没有 都是些橙子满烂骨子的事情了 不要提了 不要提了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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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快 夏辉 辛苦你了 阿姨怎么样了 她已经睡着了 快坐吧 想喝点什么吗 可乐吧 我们家就没有可乐 没人喜欢喝那个 要不然我下去给你买点 那算了 太麻烦了 我就喝水就行 我怕阿姨随时会醒过来 真不好意思 下次我一定记着 稍等 你以前唱歌应该挺好听的吧 那是我小时候的事情了 好久都不唱 谢谢 不客气 对了 阿姨应该是思虑过度 加上过度毕老挡着她 我过后再对给她针灸几次 应该就好了 太麻烦你了 不麻烦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其实老人们 怕去医院的心情 我们应该理解她 他们就是害怕一检查吧 就检查出一堆的毛病 我奶奶也是这样 时间久了 就正确汇集记忆了 佳辉 我其实很想跟你道个歉 因为我之前一直怀疑你来着 因为你出现在我面前的方式 实在是过于戏剧化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人 好像藏着很多什么秘密 对心理健康所有话题都陌生了 还有抗体 会导致很多人 去忽视自己的心理 久而久之 心理问题 变成了生命问题 而当这些人 真正意识到自己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们才会去找医生查证 而很多患者 他们从医疗当中 并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治愈 对 其实我们的咨询室里面 接收了很多营业代理 其实都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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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帮我转告团台 这个任务我一定好好完成 不好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要去时装周 只有今天下午有空 今天下午 我好不容易给你把今天下午的时间摁下来啊 太突然了 你没有任何准备啊 但如果要等的话得半个月 那样的话 攀台给我们安排的宣传周期就不知道 就今天下午 那我现在联系一下贺顿 反正晚上有节目 他怎么都得过来一趟 所以贺顿你还没有联系 一直在联系吧 我善意地提醒你一下 这个摄影师脾气不好 而且是按小时收费 所以如果出了问题呢 是我们自己的损失 我准备一下姐 那你给我保证客顿 交住 行吧 信你能搞定 我就可以玩我的最强蜗牛了 你刚才说 你觉得我有很多秘密 也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多秘密 可是我不能基于这一点 就去怀疑你 或者否定你 而且这段时间相处我觉得 你其实没有像你表现出来的 这么冷漠 你们晚上都没吃饭吧 我给你们做饭吃 你还会做饭 我很好奇你们两个 是怎么认识的 这是我之前在北方上学的时候 学的 我学这个 是为了给奶奶医疗用 给我用 它叫精卢瓷刺激仪 你每周戴上这个帽子 理疗一次 你的那个手一定会有好转的 你好像在用一层 很坚硬的外壳 包裹你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两个挺像的 好 前老师 现场那边好了 您这边了 咱就拍 早拍早收工 行 你再等我一下 别着急 好嘞 不好意思 今天可能拍不了了 另外一个主持人没法到现场 当然没关系 费用我们继续付 是我们的问题 帮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的 不好意思 有关系 你是这张表需要您填一下 我不用填表 我就是找贺小姐说说话 是这样的 填表只是想给来访者留下信息 这样方便我们后面的咨询做记录 不是我做心理咨询 莉莉 给我吧 这位女士您好 我是贺顿 是这样的 咨询者必须本人到场 我女儿没空 怎么称呼您呢 我姓张 张女士 我需要向您解释一下 之所以必须本人到场 是因为我需要看到来访者的状态 不然我们这样的咨询 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好 没关系 您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 或者这样您看行吗 下次您带着您年的女儿一起来 我女儿没空 事情很简单 你等我跟你说完之后 您就知道了 我女儿她老是呕吐 有的时候呕吐物理还带着血 你远说她频繁催吐 引起食道反流 造成为您磨破裂 张女士是这样的 如果您继续这样 我是没有办法工作的 您还是让您的女儿亲自来一趟吧 我说您怎么回事啊 我说您怎么回事啊 就算我女儿过来了 说的也是这些事 我说也一样啊 虽然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您跟她本人 对这件事情的建构方式 还有认知 是完全不一样的 算了 您慢走啊 再见啊 我叔怎么火这么大了 没有我都来提醒 我只够在时间 还得起来 我说 我先 怎么就把害怕拍摄取消了 你知道我跑了多少流行的 就为这个事情 你现在取消 胎里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 不是姐 她那个时间安排 确实有点仓促 这贺顿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这个时间排不开 也能理解吧 我不能理解 其他的不说 现在还有十分钟节目开播 贺顿大师能来吗 能 他对节目的责任心还是有的 这我可以保证 我不信 贺老师 欢迎回来 这里是海风国际广播电台 心飞夜话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钱开易 大家好 我是贺顿 贺老师 刚才我们接到的热线啊 ID为爆爆熊的听友说 他今年呢已经27岁了 事业呢正处在一个上升期 他本来想着啊 今年可以再努努力 冲一冲 但是最近啊 家里的亲戚 开始对他进行了催婚 甚至还给他安排了相亲 这让他非常苦恼 其实类似于爆爆熊的这种苦恼 我也经历过 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单身女青年 其实都经历过这些 哦 那贺老师 你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应对的 我觉得家人啊 对我们的婚姻或者是感情的关注 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 他担心我们的未来生活 我女儿只要没有出嫁 我都没有权力劳 我今天见了你真的特别特别高兴 因为真的啊 没有带过什么男朋友回来 我今天我告诉你吧 你以为妈妈摔了腿就老了 妈妈实际上是 哎我跟你说吧 我们那个广场舞 叫舞去都不兴趣 我要是去的话 肯定是第一名 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们对催婚这件事情 非常的消极 那他们会更加担心 所以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做到更好 在生活方面呢 表现出积极的一面 也让他们知道 你一个人可以过得非常好 让他们可以放心 但是有不少听众呢 去表示 在婚姻这件大事上啊 这些过来人的肺腑之言 他有些时候 也不全是关心责乱 他们用过往的经验呢 审时夺势 给我们把把关 这也不失为是一件好事 嗯 任何一段亲密关系 都是需要感情基础的 也许在旁人看着把把关 已经给当事人造成困扰了 何老师那您的意思是 有些时候这为你好 反而变成了是害了你是吧 也许有的人 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帜 而满足自己的心理期待呢 何顿 这个是我帮朋友干洗的一个 一个衣服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你就先换上吧 裙子 哪家干洗店洗得这么干净啊 这我就不同意了啊 何老师 比如一个男生 他认为穿裙子 可以凸显女性身材的优势 在适当的场合 他是可以穿裙子的 这应该算是 友好的建议吧 到底是友好的建议 还是会给对方造成困扰 这取决于对方的感官 抱抱熊 对于你的困扰呢 我的建议是 先想一想 你生活中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在我看来 事业跟爱情 其实是可以不耽误的 你可以很好的去平衡二者 而不是在生活中 一二选一 嗯 没错 抱抱熊 去坚持做你认为对的选择 因为不管别人说什么 做什么呀 对我们来说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毕竟在漫漫的人生当中 我们才是自己的掌舵者 而且我相信 在工作当中 如此努力的 你必将收获一份 美好的爱情 没错 无论是事业上的成功 还是爱情的收获 你要做的 是用心去期待 去享受就好 这些都是时间的问题 赫老师 你这一番话 让我听出了别番的滋味 是不是最近 经历了什么喜事 之后也开始向往那种 有人陪伴的生活 想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呢 对于谈恋爱这件事情 怎么谈跟谁谈 也是一门非常值得钻研的艺术 尤其是那些 在大雨里陪你上课 陪你加班熬夜 在别人婚礼上 对你身前表白的女孩 你要更加地珍惜 贺德 你是不是还在生气呢 我就不应该提恋爱的事情 对不对 我那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吗 再说你的嘴也没饶着我 那婚礼的事情 你都拿出来怼我了 咱们就算停了 一比一好不好 你别冷战我啊 你是不是为了方雨萱的事 还不舒服 我可以解释了 欣凯一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 非常的过躁啊 我对你的钱 你有钱搭档 一点兴趣都没有 放开 布丛 你必须听完我解释才能走 录制倒计时 三二一 今天是情人节 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发来了 自己跟男朋友恋爱的消息 那么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小萱也有喜讯要告诉大家 你有什么喜讯要分享 阿易向我告白了 他来连什么 你们都不会确定 你以为为什么是 爹 有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有些事情 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 你知不知道 是 有什么事情 你就是 有什么事情 不 每个晨曦 绽放出一朵话语 这里有你 与咖啡的香气 无论是阴霾专语 还是天气忽然放弃 我都想和你在一起 一阵雨 轻轻的远远跃 飘出了天际 也带走我蓝色和你 多云的回忆 绽放出晴朗如歌的风景 也看见你 脸如星辰的眼睛 她温暖我的笑容 倾听我真实的声音 给我最温柔的回忆 啊 看见了 美丽的爱情 忽然之间来历 牵你的手我能感受到 你的心 牵你的手我能感受到 你的心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